哈喽大家好,我是Avi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我们要讨论关于EPF iShrrn 所以目前呢,我们已经了解到 自护人士的这个行业呢,其实开始已经普及化了 那比如说代理人 像like insurance agents,还是unitrust consultant,还是房地产的代理等等 还是你是本身做gradfood,还是foodpanda,content creators,youtuber 还是你是在做shorty的业者等等 都是非常适合去申请这个iShrrn的 还是你本身是在家里照顾baby,家庭主妇等等 都非常适合看自己的视频 所以如果你觉得到我的视频可以帮到你的话 就帮我点击按赞吧 然后我们今天就来一起讨论EPF iShrrn 首先我们就从什么是iShrrn开始了解 在大马政府规定 户主必须要为自己的员工缴纳公寄金 因此大多数的打工一族都是公寄金局的会员 享有公寄金局的福利和退休基金 而iShrrn恰恰好就是给予那些没有固定收入 而无法成为EPF member的自护人士和家庭主妇 所以iShrrn的宗旨就是 为了自护人士可以有多一个退休基金的管道 第二点我们就来了解一下iShrrn的福利是什么 第一个政府每年津贴给你15% 想参与iShrrn的民众们 如果你整年存了1000块进去EPF account的话 政府就会为你多资助150块的saving 那就是15%的津贴 而现在的情况有变的就是2022年和2023年的津贴数额 如果你在2022年存的是2000块 那么政府将会额外资助你250块saving 那你就会问我不是2000块乘15%就是300块吗 但是在2022年政府最多只资助你250块 如果你在2023年存了2000块的话 那么政府将会额外资助你的数额是300块 所以还没有申请的你赶紧把握政府给我们的福利哦 除了15%政府的津贴 iShrrn户口也享有每一年派系的福利 扣税还有2500块的死亡援助金 所以绝对是生活理财的好工具之一 第三点 iShrrn怎样申请 第一点就是你必须要有EPF account 如果已经有的话 你就可以去找你的Nomal Ali 可以通过上网的方式还是Kiosh的方式 如果完全没有户口 就必须登门拜访EPF的份行来帮你开户口 第二点建议网上申请iShrrn 首先网上申请的话就typeiShrrn Registration 之后输入身份证号码后 选择职业细读并打勾条款后 进行身份验证后点击Handa即可 完成申请后 你就可以直接BankIn转户到公积金户口 目前接受网站缴付公积金网络的银行就有 Maybank,Public Bank,CRMB Bank,Hong Leong Bank,RHB Bank等等 第三点金钱示范 步骤一通过Bublic Bank网站登录户口 步骤二点击Payment 步骤三选择Other Payment后点击EPF Payment 步骤四选择Bayaran Zaruman Aishara案后 输入公积金会员的资料 包括会员名字 会员的EPF号码 身份证号码 以及要缴纳的数额 完成后点击Accept 就可以根据线商转账的方式完成付款啦 就这样我们就赚到300块的正福金器啦 最后如果你觉得这集的视频可以帮到你 和你身边创业的朋友们 请记得帮忙subscribe我的生活理财频道 然后也可以去Facebook like我的page了解更多 如果还有想要了解的topic欢迎PM和comment 在这里祝大家生活理财自由自在 我是Abi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一下